好 謝謝主席 麻煩請部長 麻煩請部長 政委員好 部長好 您的書面報告里面提到外交需要不分黨派的合作 是 與支持 這是讓國家往前走的關鍵 基本上我贊成您這樣的大方向 但是我要在這裡要奉勸您 在用人的時候也不可以看顏色 我要請教您的是 趙一翔外放到美國代表處 當十二職種的組長 主要考慮是什麼 主要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好的人才要把它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那他到駐美代表處已經有一段時間 而且表現非常的良好 那當時是因為我們在 看到這個政治組長出缺的時候 我們有詢問過一些 我們在體系之內的這個同仁 那也因為這些同仁 他們剛剛調職沒有多久 所以不適合在做臨時的這個調動 因此特別請 趙志毅到駐美代表去 部長 這是部長的決定 還是總統我的決定 這個是我的決定 好 那這個都符合我們相關的規範 符合規定 是 部長 我知道你不是事務官出身 他假設一般外交部的從外交特考 要升到十二職等的政治組組長 一般事務官大概要20年 那趙伊翔才31歲 七七年次 我想有關於相關的這個規定裡面 對於這個什麼樣的民意對外 這個並沒有這樣子 部長 他一定要做 他這麼優秀啊 他是天眾英明 還是後台太硬 我 我想這個 我在政府機關 從事務官 從高考 進政府機關服務 三十年 你 國民黨執政時代 沒有人敢這樣用 部長 只有你敢 不是委員 如果是事務官 他必須要走這個層級 當然需要時間 但是如果說符合我們 相關的這個規範的話 的確是可以特別去任用這些 專業的這些人士 有關於人士 規定的這個部分 我請人士處的處長 來跟委員 不用不用 我不問他 我要問你 假設他是 你是政府處長 部長 我們都認了 你是一個住民代表處 十二指等的 政府組的組長 他的這個工作 本身並不是十二指等 這個工作 這只是一個民意對外 而且這個是完全符合 呃 駐外 機構 組織 當這個駐外 機構組織通過了之後 原來的這些 法律規範都廢除了 這形容詞 外界的形容詞 就是趙宜想 一年之內 從少衛升到少將 我想外面的這些說法 你真的是超級誇張 外面的這些說法是不對的 我們已經一個在 再三做過說明了 我給你報告 你內部的事務官 外交部的事務官同仁 你敢怒不敢言 外交部的團仁 只要跟趙宜祥一起 外交部只要跟趙宜祥一起工作過的 沒有一個沒有對他佩服 甚至是有一些 部長這不是理由啊 跟他工作過了 佩服他 你就可以生他到十二指等 部長 你有沒有更具體的理由 我就跟委員講過 是不是能夠請我們的人事處處長 來跟委員做 有關於人事規定的這個說明 免得得床 部長對不起 用人的不是人事處長 是你 是我依照人事的這個規定來用人的 我用人沒有錯 依照法律符合規定 而且他的資格符合 只有你敢啊 這國民黨時代 沒人像你這麼敢啊 駐外機構組織通則 是在民國一百零二年的時候就通過了 沒有錯 通過沒人敢這樣用啊 就你敢敢啊 我就跟你討價嘛 有人 一年內從少爺升到少爺 他只是一個民意對外的一個工作而已 來 請教你 還沒有其他類似 趙宇翔的 類似的這種派法 沒有 沒有 對 就沒有了 那為什麼趙宇翔聽眾英明 就對了 沒有啊 就只有他一個啊 部長 你答對了 沒有這個人 像趙宇翔這樣派法 那個委員的思考跟我們的這個用人是有一些落差 我們認為說是年輕人只要他是資格 只要他的能力符合的話 年輕人也必須要有這種機會 不能夠說因為他年輕就否定了他這個機會 我想我們台灣的年輕人很多 如果說國民黨的委員就是要否定 我們年輕人的這個機會的話 我相信 這個是年輕人沒有辦法接受的 部長 你的邏輯有問題耶 請問 你還給我抹黑 我沒有抹黑 你還給我抹黑 是真的事情啊 你還給我抹黑 部長 你太誇張了 只要 趙宇翔是唯一你用的 為什麼我們就不要用 可以啊 只要他是年輕 只要他資格符合 我沒有講啊 他可以行程序 來拔左 不是拔左可以 但是他不可以 你要他搭直升機也可以 你不要讓他搭噴射機 所謂循正常程序是專業的文官 我們在這邊的專業文官 每一個都是循正常程序上來的 他天中一明 你要讓他搭直升機我也贊成 但是 你不能他唯一 讓他搭噴射機 而且你不可以用在場合再抹黑 我對他的 我對他質疑 我對他質疑 救火電隊 年輕人的提拔 部長 你太誇張了吧 這個 海外部的這個主任 副主任都贊成 誰贊成 就是貴黨的 那個一個海外部的一個副主任 教長明確 他贊成是他贊成啊 部長 你剛剛 還特意抹黑我耶 你超級誇張耶 我沒有抹黑你是說他做直升機 所以是因為他年輕所以他 他還不是做直升機 他做噴射機 好做噴射機 那如果說他能力夠 他資格符合 他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部長 那你不能夠給他做嗎 部長 那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 他是兩千三百萬裡面 唯一他優秀啊 我想這是因為剛好有這個空缺 而且他的資格符合 你就讓他踏噴射機 超級誇張 好謝謝曾明中委員